HELLO 大家好 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 iGOOS 愛故事頻道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這些故事能帶給您 想像力 思考力 判斷力 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上次我們說到 楚貢王死掉之後 吳王朱凡 認為這是個好時機 還要出兵來去傾勞這楚國 但是人家說 爛船也有三千丁 何況楚國還不是爛船 楚國還有養姚姬這些名將 果然養姚姬將這豬板擊退 被打敗的豬板他很不服氣 他想說好啊 你把我打敗 那我就找我晉國老大一起幫忙 看看你楚國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這晉刀宮一收到吳王的信件之後 他馬上召集大臣來討論 我們是不是應該出兵 聯合吳國來攻打楚國 這是大臣楊舍熙認為 這吳國趁人家楚國在辦喪事去偷襲人家 本來就不對了 這最糟糕的是還打敗了 這根本不值得去幫 主公啊 你若是要出兵呢 也是應該先攻打這秦國 進到郭英廳 這跟秦國有什麼關係啊 楊舍熙說了 主公 我們之前攻打鄭國的時候 秦國因為與楚國有同盟 他們為了協助楚國呢 共同攻打這鄭國 竟然出兵攻打我晉國的歷程 這件事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先處理啊 晉刀宮一聽點點頭說 嗯 有道理哦 先解決這背後放人間的小人好像比較重要耶 於是 晉刀宮再次大配十二個諸侯國 共同討伐這秦國 這秦景宮一聽到 哇 來這麼多人啊 這該如何是好啊 啊 打不贏怎麼辦 下毒 對了 他們這麼多人來了 一定有喝水問題 我們先找人在河的上游 投下毒藥 這樣就可以不攻自破了 那秦景宮的計劃有沒有成功呢 有的 因為當時國際公約 並沒有不能施放生化武器這一條 這聯軍哪裡會想得到呢 秦國竟然下毒手啊 結果很多人呢 被毒死在這河邊 哇 這一下可是大大阻止了聯軍的進度了 要知道 這很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有記載的生化戰耶 那聯軍應該如何應對呢 這剛剛貴婦晉國的政國呢 為求表現 他跟魏國的將軍說 怎麼樣 我們兩國呢 先過河試試看 這魏國的將軍一聽 不好吧 大家都不敢往前呢 我們兩個當馬前主啊 這鄭國將軍跟他說 你別想了啊 既然我們就認了晉國做老大哥 總得奮力向前吧 你不在現在這個時候表現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表現啊 說完呢 這魏國將軍點點頭說 好 就跟你一起拼了吧 結果這兩個呢 一起率軍通過這條河裡 欸 還好 這河裡並沒有什麼問題 他們成功地渡過這河了 一旁的諸侯門一看 咦 沒事啊 只是不能喝 所以怎麼樣 大家也就放心了呢 跟著渡河了 這過了河之後呢 聯軍們找了一個叫做玉林的地方 安寅紮寨 隔天清晨 這忠心眼下令 大軍出發 一旁的將軍很疑惑地問 欸 元帥啊 我們要出發 要往哪個方向啊 這忠心眼說 哦 對了 忘了講方向 接著他補充說道 大家只要跟著元帥 馬頭的方向前進就可以了 這就是成語 馬首四瞻典故的由來了 比喻服從指揮 或者是怎麼樣 跟著他人進退 其實這看似很清楚的軍令哦 但是實際上呢 卻有執行上的困難耶 你想想看啊 這戰場上有多少人啊 大家的距離有多遠啊 誰看得到你的馬頭啊 所以呢 過去才一直是用軍旗做為指揮 聽到這個指令之後呢 進軍之中的軟眼啊 氣得大媽說 這忠心在搞什麼啊 他要移動大軍 是不用先跟大家討論一下嗎 就算他可以專斷獨行 那至少也該告訴我們要去哪吧 什麼馬首四瞻啊 誰看得到他馬的頭啊 他跟大家說啊 他說跟元帥的馬頭方向走是吧 好 那我也是下軍元帥 所以說也是個元帥 我的馬呢 要向東 大家跟我來吧 於是軟眼呢 率領靖國大軍怎麼樣 竟然返國了 這衛將一看 不對啊 但是他現在是軟眼的副帥啊 工作是輔佐軟眼 他也只能無奈的 與軟眼一同返回靖國了 這軟眼突然撤軍的消息啊 很快的傳到中型眼的耳中 中型眼一想 嗯 這的確是我軍令下達不夠明確 是我的錯啊 現在大軍已亂 不適合作戰啊 好吧 就跟各個諸侯國的軍隊們講吧 大家一起撤退回國吧 就這樣 靖國一場浩浩蕩蕩的出兵 最後呢 卻是搞個烏龍 草草結束 這話還沒說完呢 雖然大家都開始回國了 但是呢 這軟真卻不以為難 他認為 這仗呢 就是來報秦國攻打靖國歷程之仇的 怎麼可以這樣草草結束呢 那不是把靖國的臉都丟光了嗎 他跑去找范蓋的兒子范楊啊 范蓋是誰 就是士蓋啊 因為被封在范 所以又叫做范蓋 他跟著范楊說啊 這些人仗都沒打就撤退了 完全沒有考慮到他們的舉動呢 等於是丟光我靖國的臉 他們願意丟臉 我可不願意啊 范楊 要不要 你跟我 我們兩個一起去 與群軍一戰 范楊就聽說 好 我們兩個一起去 好讓他們知道我們進軍的厲害 欸 等一下 這軟真不是說出 浩枕以霞的那一位嗎 那這樣子有枕有霞嗎 雖有的時候說道理很容易啊 但是要能去執行這個道理呢 卻有一定的難度啊 那他們兩個最後有沒有出去呢 有的 兩個人呢 率領自己的兵馬 朝著秦軍衝了過去 而另外一頭呢 秦景公與大將的銀瞻 以及公子無敵 率領的兵車四百勝 在玉林另一頭五十里處呢 安盈紮載 由於一直沒有等到進軍呢 所以他們正準備去打聽進軍的動向 突然之間 塵土飛揚 一對車馬殺到 這公子無敵一看呢 趕緊上前應戰 而這軟真與范楊兩人呢 出身之毒孤魏谷啊 手起刀落呢 一連斬殺數十名秦軍啊 這秦軍一時之間呢 被殺的亂了手腳 還好這公子無敵很有經驗啊 他大聲喊著說 這後面沒有經過的大軍跟上來 來的就只有這幾個人 大家不要慌不要怕 把他們幾個都給我拿下來 秦軍一聽 什麼 才來這麼一點的就來衝陣啊 那是來送死嗎 這秦軍呢 趕緊穩住正腳 接著大軍壓上 這范楊一看 欸不對勁耶 他跟軟真說 軟真不行啊 給亡人太多了 我們快撤啊 但這軟真呢 正殺的興起啊 根本就沒有聽到 范楊在說什麼 這范楊連續大聲喊著說 軟真快撤啊 不然來不及了 這范楊看著軟真呢 完全不為所動 接著突然間看到一隻劍 震中這軟真 哇 范楊大吃一驚啊 然後咧 刷刷刷刷刷刷 軟真連中七箭啊 這范楊一看 完了 他救不了這軟真啊 因為這軟真 已經被淹沒在這秦軍的陣營之中了 那他自己呢 沒辦法 他趕緊丟虧氣甲 駕著一輛車呢 狂奔逃回到進軍陣營 回到進軍陣營之後呢 早就聽到軟真私底下 跑去攻打秦軍的這軟眼 他趕緊跑過來 找這個范楊 看到這范楊之後 他問這范楊 欸范楊 我弟軟真呢 范楊他冷口氣說 軟真 軟真已經死在秦軍陣營之中了 這軟眼一聽他非常生氣啊 我弟弟暫時在秦軍陣營之中 那你為什麼可以逃回來啊 這范楊正準備要解釋啊 但是軟眼哪聽得下去啊 他拿起他的鴿呢 往這范楊一刺 你這害死我弟的傢伙 你還他命來 看到軟眼拿著長鴿刺他 這范楊呢 不敢與這軟眼對抗啊 因為不管怎麼說 軟眼還是元帥吧 他趕緊逃回到中軍啊 正好遇上他自己的父親呢 范楊 這范楊問這軟眼啊 欸女婿 什麼事你那麼生氣啊 這軟眼說 你兒子呢 找我弟弟一起去攻打秦軍 結果我弟弟暫死 他卻逃回來 你說這算不算是你兒子 把我弟弟騙去送死啊 若是呢 你就把他逐出家門 這件事我就算了 要不然 我非殺這傢伙不可 范楊聽完之後呢 他跟軟眼說 我不知道我兒子跟軟真 跑到秦軍之中啊 你等一下 我來問問他 在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呢 范楊覺得 不管是不是軟真來找范楊的 一 范楊你不該違背軍令 二 就算軟真來找你吧 你應該要勸阻他 而不是幫槍 所以他決定呢 將著范楊逐出家門 范楊萬萬沒想到呢 自己會被逐出家門 這下可是無路可走了 那該怎麼辦呢 他最後呢 跑去投奔秦國 這秦警公一看到范楊過來 他想 這是在演哪一出啊 你剛剛不是才來攻打我們嗎 怎麼無緣無故的變成來投降 有沒有問題啊 不過呢 在聽完范楊的說明之後呢 秦警公認為 嗯 這范楊應該真的是來投靠的 所以呢 他就將他留了下來 回去之後 一天 這秦警公問這范楊啊 這晉國的大臣哪位最賢人啊 這范楊說啦 嗯 在這晉國呢 要是論武的話呢 有著未將 要是講文的話呢 則有這個造武 另外 楊舍熙熟讀春秋 這張老誠懇又有信用及智慧 還有這齊武呢 遇事不亂 我父親呢 能士大己 都是一時之選的人才啊 秦警公接著問啊 那你看 晉國大臣之中 誰會最先滅亡啊 范楊說 一定是阮氏啊 阮氏一族一定最先滅亡 秦警公歪著頭 他問范楊 是因為這阮氏太囂張的緣故嗎 范楊說啦 阮氏交涉已經不是一天的事啦 不過阮眼呢 還不至於會出事 秦警公一聽 哦 你這話怎麼說啊 范楊接著說 因為阮眼的父親呢 是阮叔 雖然阮叔有士君的罪行 但是呢 怎麼說呢 他還算是個好官 所以晉國的人民呢 都沒去計較他士君的問題 正所謂愛屋疾屋嘛 既然大家都敢念阮叔呢 自然也就不會去為難他的兒子阮眼啊 不過阮眼的兒子呢 就沒這麼好命啊 因為阮眼呢 焦涉跋扈啊 很多人都看他不順眼啊 你想 這阮眼意思 來找查報仇的人還會少嗎 秦警公聽完點點頭 在了解到晉國的強大 以及人才積極之後 秦警公的策略呢 改為與晉國友好 而不是相爭 後來呢 他將這犯央送回晉國 晉道公在了解之前的事情之後呢 他告訴這阮眼啊 欸阮眼啊 這阮真之死呢 他自己也是有責任的 不能完全怪這犯央啊 我打算讓這犯央回來 那他回來之後呢 你不要夾思願去報仇 知道了嗎 老闆都這麼說了 軟眼的說什麼 也只好讓他回來了 泛陽回國之後呢 從此 秦警維持了好一陣子的友好關係 這秦警竟然暫時沒事 那我們先轉過來說說這魏國吧 我好久沒說這魏國的消息了 這魏憲公即位之後呢 任用小人 整天打獵遊玩 這底下大臣們都看不下去啊 上卿孫林婦以及亞卿林子啊 他們用腳底板想也知道 這國軍幹不長久了 那該怎麼辦呢 所謂良情折目而欺啊 他們與這魏憲公的弟弟的兒子公子票呢 私下結成了一檔 而這孫林婦呢 另外還私下與晉國呢 保持密切的聯繫 老話一句啊 這魏憲公是壞蛋 但是不是笨蛋啊 他早就知道這兩人不靠谷啦 但是由於這兩個家族勢力龐大 加上又沒有他們謀反的證據 所以呢 魏憲公遲遲無法動手除掉他們 一天 這魏憲公請他們兩個來吃午飯 結果呢 兩個人在公外呢 從一大早一直等等等等 等到了下午 這魏憲公呢 都沒有派人請他們進門 兩人實在是又餓又累啊 於是啊 他們問這內侍啊 誒 主公請我來 那主公人呢 這內侍跟這兩人說 哦 主公還在後面射箭耶 你們兩個可以直接進去見主公啊 兩人進去之後呢 見到這魏憲公啊 這魏憲公呢 正在跟這公孫丁比賽射箭 魏憲公一看到他們兩個進來呢 滿臉一問的問 欸 你們兩個來做什麼 這兩人一口同聲的說 主公 是您找我們來吃午餐的 你忘了 魏憲公一聽 啊 啊 對喲 我真忘了耶 不過現在吃午飯的時間都過了 要不這樣了 我們改天好了 我改天呢 再請你們吃飯 你們先下去吧 我現在呢 還想要來射箭啊 這兩人下去之後怎麼樣 當然是想要換到這沒禮貌的國軍啊 孫領父回家吃完飯後呢 便找來加成魏公差 以及呢 引公駝兩人 他叫他們兩個去準備一下軍隊 想要隨時欺病造反 另外 他叫他的兒子孫甲呢 先去魏憲公那裡 探聽一下軍事 已經引公駝兩人了 孫甲先是假裝跟魏憲公說 我父親生病了 所以呢 需要在家裡調養幾天 請主公諒解 這魏憲公聽到這裡笑著說 你爸爸的病是餓出來的吧 來來來 你就留下來吃頓飯吧 我總不能也讓你挨餓吧 那這吃飯呢 就要有人唱唱歌 但這歌詞卻有點怪怪的 沒錯 藉著這歌詞呢 魏憲公告訴孫領父的兒子孫甲 你去告訴你爸爸 他在做什麼呢 我清楚得很 他最好好好養病 不要出什麼亂者才好啊 孫甲回家之後呢 將這些狀況 一一的向著孫領父報告了 孫領父一想 嗯 看來主公已經懷疑我了 可不可以坐以待斃啊 於是他決定 先發自然 他發動這家裡的士兵 包圍著魏憲公 這魏憲公 我還沒算到啊 他警告了這孫領父 沒想到孫領父 竟然還是敢起兵造反耶 哇這下糟糕了 該怎麼辦呢 他趕緊派人出去啊 去找人幫忙 另外呢 則是找人去跟孫領父彈劾 所謂張公不射回頭劍啊 這孫領父 既然都已經造反了 怎麼可能跟他彈劾啊 慘的是啊 這大臣們收到魏憲公 來求救的消息啊 竟然怎麼樣 大家都裝病不出耶 哇 沒想到會有這一招耶 大家都給我裝病耶 這下魏憲公可是叫天天不義 叫地地不靈啊 那該怎麼辦呢 就在這時候呢 公孫領建議魏憲公說 主公 我看這宮內衛兵呢 大約有兩百人 你讓我來帶領他們吧 我們從東門殺出一條血路 逃往齊國吧 魏憲公點點頭說 對對 現在也只能這樣 殺出重圍吧 這東門一打開 魏憲公一行人 立刻衝了出來 喔 還好 人不多 他們順利地衝出東門 但孫領父的兩個兒子 孫甲以及孫家 在聽到東門開啟之後呢 趕緊追了上來 沒多久 雙方展開了一場施殺 這魏憲公的兩百衛兵啊 真是不堪一擊 一下子就被解決掉了 不過還好 有這公孫丁保護這魏憲公啊 為什麼這麼說啊 因為這公孫丁 可是會神射手啊 只見他一件一個 一件一個 哇 這孫甲孫家的追兵啊 不敢上前啊 就在這時候呢 餘公差 以及隱公頭也趕上來了 這魏憲公差一問 為什麼不追上去啊 孫甲以及孫家說 不行啊 他那邊有個神經的手啊 我們只要一靠近 就被他一件一個 一件一個給解決了 這怎麼追啊 魏憲公差一聽 難道是我師父公孫丁啊 沒錯 就是公孫丁啊 原來這隱公頭啊 是魏憲公差的徒弟 而這魏憲公差呢 則是公孫丁的徒弟 不過現在這魏憲公差呢 有任務在身 他雖然知道 對方是他師父 那怎麼辦 他還是追得上去啊 這公孫丁 遠遠就認出這魏公差 他跟魏憲公說 沒事啊 這是我徒弟 他不會傷害我的 說完 魏公差已經來到他身邊了 魏公差一看 真的是師父耶 他跟公孫丁說 師父啊 我要是設你 那就是背叛師們 我要是不設你 又無法對我的主人交代 嗯 要不這樣啊 我有個辦法 說完 他將劍的觸頭啊 觸頭叫什麼 劍的那個劍頭啊 他把這劍的觸頭呢 都給他去掉 然後大聲喊著說 師父別怕 之後呢 連放四箭 他將這個車的前後左右 各射了一箭 但是呢 就是沒射到公孫丁 以及魏憲公 接著呢 他又大喊 師父 您此去 弟子無法相送 還請您自己保重啊 之後 他轉身回去了 愚公差 礙於師徒之情 放了這公孫丁離開 但是 看在這隱公陀的眼裡啊 他則是非常不服氣啊 他想說 他是你師父 又不是我師父 那我應該可以去追吧 愚公差一聽到這呢 他跟隱公陀說 千萬不要啊 我師父的劍法 可不輸楚國的養妖姬啊 你要是去找他 那是去送死啊 更何況 他還算是你師徒呢 千萬別做這些事啊 雖然愚公差這麼說 但是這隱公陀呢 根本就聽不進去啊 他轉身就去追這孫公丁啊 眼看就快追上這魏姓公了 這孫公丁大聲問他說 你是誰啊 隱公陀說 我是愚公差的徒弟 叫做隱公陀 公孫丁一聽 哦徒孫啊 他跟隱公陀說 那你知道我是誰嗎 隱公陀說 我當然知道啦 你是我師父的師父 不過呢跟我沒有關係 欸 話還有這種說法啦 師父的師父跟你沒關 這公孫丁大聲喊著說 回去吧徒孫 我不想傷害你啊 他話還沒說完呢 這隱公陀怎麼樣 已經彎弓搭劍 一劍射出啦 孫公丁一看 他不慌不忙的 將他駕馬車的繩子呢 交到這魏姓公的手上 接著他順手一抓 就把這隱公陀的劍給接了下來 哦 好厲害哦 跟這個通閉員一樣 他當場呢 將這劍呢 回射這隱公陀 這隱公陀呢 雖然往旁邊一閃 但是怎麼樣 左手扔就中劍啊 他回頭想跑啊 結果呢 卻被這公孫丁 再從背後給補了一劍 當場給解決掉了 就這樣 孫公丁順利保護著魏姓公 逃往齊國避難 孫寧父在趕走魏姓公之後呢 他與寧子共同立著公子票為國軍 視為魏商公 哇 又發生篡位的事情啊 這身為中原的老大哥的勁道公 該如何處理呢 這時候 已經七十多歲的勁道公問著中行妍啊 中行妍啊 魏國這件事 你覺得應該如何處理啊 中行妍說 主公啊 我看這魏姓公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既然魏國的人民呢 要趕他出去另立新軍 那我們就裝龍作啞 當作不知道就行了吧 禁道公點點頭 嗯 就照你說的吧 欸 你覺得禁道公這樣處理好嗎 你要知道 老大的一舉一動 小弟們可都是看在眼裡的 你不處理 那你想 小弟們會怎麼想啊 齊國的麒麟公一看 哦 禁國不處理這臣子趕走國軍的事啊 看來 禁道公也到了力不從心的時候了 那我齊國想要強大 不趁此時 要等到何時呢 欸 先來打個岔 那我們要先來說說這齊麟公啊 既然叫做麟公呢 八成也不是做得多好啊 還記得我們前面說那楚共王嗎 他不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好嗎 他的嗜好只能用靈王或是利王嗎 所以靈這個字啊 一定不是個好的國軍嗜好 那他幹過什麼事呢 這齊麟公呢 原先立了一個柿子叫做光 後來呢 因為寵信其他的妃子們 所以決定廢掉公子光 改立公子牙為柿子 這大臣都建議他 祖公千萬別這麼做啊 畢竟這公子光已經當了好久的柿子了 而他媽媽又是魯國人 最重要的是呢 之前諸侯的會盟大多是派他參加的 現在無緣無故的突然換人 恐怕將來後患無窮啊 那你覺得齊麟公會怎麼處理啊 他才不會理大臣的建議了 他說啊 我想要誰當柿子是我的權利啊 你們其他人少給我廢話 接著他將柿子光派去防守這吉末城 這吉末的吉呢 是利吉的吉 末呢 是末之的末 不是孤單吉末那個吉末啊 這裡為什麼特別要把這個城的名字給講出來呢 因為這座城呢 將會在後面戰國時代呢 七焉大火瓶中談到 不過這是很後面的事啊 我們之後再說吧 這柿子光突然被廢 會引來什麼樣勝局的動盪呢 這故事會如何的發展呢 我們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說囉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故事 記得動動您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追蹤訂閱以及分享哦 當然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您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以及作業模式 才有機會改變您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